拆迁打乱了夫妻俩原本平静的生活 分得的三套房产正为了乡伯伯 引发了夫妻俩的博弈 老两口都想为自己的孩子争取利益 内容是 县安置在某处的80.95平方米的这套房 归琴女士的儿子个人所有 然后另外一套79.9平米的 归琴女士的女儿个人所有 剩下的这一套79.9平方米的房屋 由金先生安排给他的两个儿子 权利是由金先生来做最终决定的 按照夫妻俩2013年的这份协议 琴女士的两套房产分别赠予了儿子和女儿 金先生的一套房产可赠予他的两个儿子 但是决定权掌握在他的手中 从这个分配协议看 房子的大头落到了琴女士的这边 为了平衡关系 他把属于自己的四支瓶交由老伴处理 他当时的想法很简单 房子用来养老完全没有问题 可是随着金先生 指料不及的一个决定 夫妻俩再度深陷纷争的漩涡 当时的时候我还说了 那我们以后住在哪儿 他说了以后住房子以后再说嘛 我那不行 我这个房子是我们的房子 我们一定要住 前两个礼拜 回来跟我说把房子给他孙子 现在他就把房子送掉了 我的房子他送给他孙子了 他孙子他朋友要 然后呢 他自己原来的还有几十平板房子 还有他的那个钱 就补偿给了这个儿子 这个房子给了哪个儿子 你听到他这个决定 当时你怎么反应的 当时的时候我就说 我把你把钱分给那个小子 把房子给你孙子 然后你老子怎么办 他跟他老子 你看我我看你 我就说了你钱也分点了 房子也送点 你看我 我拿什么能支配你 而且我看你 你有什么东西来来来 就被这个事当时就吵起来了 吵起来了 他就说我现在是连续有清风 到时候还没人管我 我就我就跳三天 他连续有清风